就很多事情都擠在年底 然后有些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做 就越花越多时间 我真的觉得好累喔 那跟我讲好了啦 我现在刚好有空啊 跟我讲啦 我看我可不可以帮帮你 对啊对啊对啊 台上讲师向大家示范 如何单个请听着 新北市卫生局 今年主办的最后一场 幸福快闪店活动 吸引超过100位阿公阿嬷来参加 为了让活动更完整 卫生局透过社会局帮忙 将幸福快闪店 带入社区关怀据点 结合游戏与共餐 吸引更多引发长辈来参加 我们特别发现到高龄化的社会 其实老人忧郁跟自杀的问题 是很严重的 所以我们今年其实就特别以老人为对象 也以身边的照顾者 甚至是专业人员为对象去研发教材 为了让这个讲座 可以更完整的呈现给长辈 我们今年就是去跟社会局合作 我们一意去拜访了各区的社区据点 那希望可以除了讲座之外 透过游戏跟共餐的方式 可以让活动更完整 听完讲师的经验分享 长辈们来到游戏区进行互动 一共有三大关卡 阿公阿嬷们玩得相当投入 民权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邱秀兰指出 永和区地狭人仇 老人自杀的问题偶有发生 希望善尽协会的责任 多举办活动给引发长辈们参加 让他们走出家门 用开阔的心胸迎接每一天 在都市型里面的永和区来讲 我们本身是地载人丑 人数非常的多 而且况且在老人自杀的比例 也是非常的高 那在这一场的上课之后 我相信很多的长者 会获得他们很多很多的答案 相信他们以后会更开心的 来到我们社区来参加所有的活动 下次遇到朋友可能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 找他出来喝喝咖啡嘛 聊聊天 把他困在他的注意力 他不要去想他那个不高兴的事情 慢慢的开解他 庞自杀那个人受的很有价值 真的这个事情是越来越多 所以大家要反正 很好 老师讲的很好 活动尾声 民权社区发展协会准备午餐 让大家享用 由志工亲自端上可口的餐点 阿公阿嬷们不只吃得饱足 身心里获得大满足 希望透过这样多元的活动 让大家更正式 活得快乐这件事 记者张云科新北报导